哎哟你嘛 他都没有发现 直到胳膊撑在他的腿上 借力保持平衡的时候 他才发现自己的聊天搭子 刷了个大屁股 王家尔 你这个老六 我终究是错付了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杨子刚转身的时候 谭剑刺就感受到了 姊妹只是弯腰整理裙子 都没有站起来 谭剑刺就担心的伸手来压座椅 他甚至 下意识地去搂姊妹的裙子 想帮着整理 没有搂到裙子 又回去接着给姊妹压座椅 直到人家离开他才松手 只有王家尔受伤的世界达成了呀 还有谭剑刺 一般参加颁奖活动的时候 在台下那是主打一个清冷 端庄 稳重 和别人聊天的时候 那也是大放得体 表情管理到位 但是他和姊妹在一起的时候 来给大家表演一个冰山融化 再给大家表演一个演播流转 咱就说 这是谁家的大明星呀 在那这个雅傻乐 活脱脱一个行行 人家问你是宠物养久了 会和主人越来越像吗 来瞧瞧这歌是怎么说的 你跟一个人呆多了 跟一个人呆多了 跟一个人 下意识就说 和一个人呆久了 你脑子里是在想哪个人呢 人家也没问你人呀 或者跟个宠物呆多了 好嘛 终于想起来 人家问的是宠物了 会越来越合拍 所以他就会像 长得像 所以他就会像 长得像 是宠物了 最后一年呆多了 会不会是宠物了 来吧 好 好 感谢观看